欢迎收看新主播点新闻,我是美珍 首先来关注失屋发生了一起强击案 失屋一名46岁绰号罗汉的潘信男子 今天凌晨遭凶途近距离强杀身亡 潘信死者是与两名友人在今天凌晨12点多 在失屋东顾阿都拉曼路酒里一座偏僻果园大门外 遭两名男子袭击并开枪当场毕命 两名友人摸黑逃往草丛逃过一劫 死者过后被友人火速送往医院 不过医务人员检查发现他已没有生命迹象 死者的遗体有八个弹孔 分别为头部、右手、左右胸口及背部 两名友人及36岁的许氏脸部受伤流血 45岁的灵氏则没有受伤 警方今天凌晨1点38分接到消息后 马上派员到命案现场调查 今早在果园外的小路拉起警戒展开调查及搜证 历时约7个多小时的调查工作 直到今早10点多才收队离开 初步调查显示 死者生前有三项刑事罪案记录 事务警区主任、祖基菲里助理总监金武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将援引刑罚302磨杀罪名条文 调查此案 换个焦点 财政部今天发文告表示 政府将在今年第四季 向B40和M40群体的21岁以上人士 发放100令吉电子现金 该部门与利益相关者正在详述 这项由首相拿都斯利安华宣布的援助金 这项电子现金援助汇集超过1000万名受费者 首相安华是在上个星期推介 昌明经济强化人民倡议时宣布 政府同意向年收入10万令吉 及以下的大马成年人发放100令吉电子现金 涉及10亿令吉的拨款 另外我们看到 实屋一名50多岁女书记陷入网络爱情骗局 被骗走约106万令吉 受害者是在去年年中通过脸书认识 一名自称在伦敦任职工程师的男网友 两人后来展开网链 男网友声称工作需要 要求受害者帮他支付购买化学用品的费用 受害者从去年8月初到9月底 共25次把总额39万5000令吉 转账到5个不同的银行户头 男网友去年9月表示要来马来西亚 几天后受害者接获声称是 关税局官员的电话 谎称男网友因为随身携带的现金 超出规定限额在泰国被扣押 受害者为了救男友 去年9月底到10月初把25万5000令吉 转账到3个不同的银行户头 此外受害者还在今年5月到7月 共36次把414000令吉转账到16个不同银行户头 作为男网友购买工作用品 访码约会形成和紧急情况等用途 当男网友过后继续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者付款 但却一直没有现身后 受害者才意识到被骗 最后来关心沙拉月的烟麦情况 根据东盟气象中心网站截至昨天的数据 邻国印尼加里曼丹热点突破600个 从7月30号的128个暴增到昨天的672个 截至昨天沙拉月和沙巴共有44个热点 这意味加里曼丹热点的增加间接影响了沙拉月的天气 导致近来似乎出现烟麦的情况 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 截至今天下午4点的数据 全沙1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都处于中等水平及指数介于51点到100点 其中以古境的85点最高 接下来是穆礁84点 斯里阿曼81点 施屋及萨玛拉汉各80点 明都鲁及西连警局流动空气污染检测站各79点 萨玛拉如75点 斯里街74点 梅里70点 加博68点 林梦64点及美里工业训练学院59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